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 从善呼善意做起 念老给我们介绍 是把善呼意义摆在地 为什么 这里讲得很清楚 是以一夜清净污染 一夜清净身口随之 于口夜不积踏破 把这个放在第一句 那我们就知道了 信心从哪里学起 从善呼口夜学起 不积踏破 最重要的 小慧门大使在弹经上所说的 恶真修道人 不见时间过 你真正能不见时间过了 你就不会造口夜了 不会再说别人过失了 世尊在这部经上说 也是劝到我们 看别人有过失 怎么个看法呢 佛说 他信任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的 书无怪 不能怪他了 我们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困难 就是 只经验别人过 不经验自己过 这是我们夜深修行 不能成就主要的原因的 修行人 应该把这个看法颠倒过来 看到别人在做过失 我们怎么想呢 那是菩萨做给我看的 我有没有这过失 有者改至 无者加灭 这是什么人这样做法呢 给诸位书 华严谨 善才 同词 无事善才 他就是这个做法 无事善知识所表演的 这无事善知识所表演的 有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包括社会上 不同的行业 善才同志参访 都把它看作是佛部长 祝福如来 硬化在我们面前 无论是什么 信什么样的身相 心目当中 他都是如来化身 来教我的 不论他做的是善事 是卧事 实际上他没有善我 他是来表演给我看的 善的境界 我有没有动心 动欢喜心 喜怒 爱乐 爱无欲 动要喜 动要乐 动要爱 你就对烦恼 如果看到他的不善 他在那里找我 我们有没有发脾气 有没有怨恨 烦恼吸气都从哪里断了 在这里断 这个地方断是真断了 怎样才把它断得进 观法如画 这一切不是真的 这一切 当即即空 了不可得 这都是佛经上的话 无论什么境界限界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就见到自信了 进一心就成佛了 叫你别着相 你着相 你是凡夫 你不着相 你就进行 着相 相就产生障碍 见不了真相 所以在此地有一句叫 生起重道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缺这个 不但没有生起 根本就没有起乎 境界小小一动 烦恼情绪马上发出 和自己意识 狂欢 欢喜了 不和自己意识 立刻就发脾气 就要这被别人 全处了 这样的修行 从早到晚 无不是在早夜 无不是在给众生 节约 运行 运行债主 何其多 你念一念 都在跟人节约 那么这些 因为我们有缘的 中心 里面也有智慧的 也有愚痴的 愚痴怎么怀狠了 等待报复 这个麻烦就大了 有智慧的 他就算了 饶了你 不跟你计较了 这个后头没报复 他饶恕了 有智慧的人 他就步步高深 你饶恕了 饶恕了 他就饶恕你 他还赶紧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愿 让他提神经济 也就是 他把你当做考试 经过这个考试 他即可了 通过了 他上任了 他以他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你 为什么 你造成这个罪意 人家饶恕你 要信罪 你本身是错误 你还是要堕落 所以 他把修学功德 回向给你 你家呢 堕落在悟道 减少痛苦 这是他报恩 六道 十八节里面的死 很复杂 你要是不冷静 细心观察 你看不到 真正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才恍然大悟 这里头有没有故事 有故事 没有 实际上没有故事 都是自己 以淹蔑 失望的执着 造成的 与人不相干 与环境 不相干 人事环境 都不相干 到最后 古人这句话 说绝了 自作自生 你不能怪任何人 完全是你自己的意念在作祟业 你的念头千变万化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意义清净的应该是放在底 我们先要修清净性 先要知道 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的不是真的 将设法界包括六道 为什么呢 它是识变的 像是新鲜的 没错 可是识把这些像扭去了 像之体就是自性 似圣法界的像 体是自性 六道 乃至于卧鬼地狱出身的体 这个像 像之体 还是自性 自性里都没有染尽 没有是非善悟 所以 会能达是见性 头一句话就是 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 你就是见到阿比地狱 无见地狱 那些现象 他的心 还是清净 也丝毫染着 都没有啊 染着从哪里来的 染着从分别心来的 从执着心来的 特别是执着 你只要不执着了 善无苦落 远近 全没有了 那换一句话是 他从烦恼身体 他不是从自性 自性里头完全没有 菩萨 我们现在明白了 菩萨决定 不会有指责别人过失 口业不及他苦 说在由于一夜之一夜之不见他苦 一夜不见众生过 所以口业里头就没有 这被别人过失 这被别人过失 也就在三字经上 第一句所说的 人之处 心本人 如何能看到人 本心本人 没过失 所以要知道 过失是悉心 不是本心 悉心 我们中国古人讲 静住着赤 静默着黑 总是与语言不同 你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就成佛菩萨 你跟圣人在一起 你就成圣人 你跟善人在一起 你也变成善人 你跟卧人在一起 你就变成卧人 就这么个道理 正因为 这一个四十真相 教育就重要了 那我们修佛的 我们天天跟佛在一起 佛在哪里 佛在今天 佛的光明变照 佛光在哪里 今天就是光明 你不相信 你念着它 你觉悟了 智慧先前 这就是方光 它在引导你 把你自信的 剥入光明 引发出来了 你清晨度金 度了几十年 还没开悟 光明发出来 那所有原因呢 肯定你有问题 在你自己 不在今天 同样一步今天 为什么那个人念开悟 无人念不开悟 你去问问他 怎么开悟 人家我告诉你 老师 秘诀了 是老师 听话 经常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教我哪些不能做 我决定不做 我决定不做 真干 他真得利益了 这个利益 就是开悟 他得三位 他得清净心 得平等心 绝就是开悟 他这一生 到这个世界来 美白来 即使这小骨 他也要非常欢喜 为什么呢 这个身 身体 在这个世界 叫最后身 这是夜报 夜报来的 下一次再来 不是夜报 下次再来 是晨月再来 不是反复了 佛菩萨晨月再来 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的人 就有这个本事 刚刚往生的人 就有这个本事 你真心求他 这个人是真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你真心求他 你托个梦给我吗 现在你到极乐世界 要告诉我状况吗 他真来 如果他往生了 未想得很好 你这样祈求 他没有梦的感应 他没有往生 他到别的道去 因为在真正往生 极乐世界 他有这个能力 一到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为神加持 他就是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菩萨 就有这个能力 忧求必赢了 他是真往生 假往生 一下就救命了 这也是 我们明了真正修行人 他是不是真地往生 我们的意念 还原观上讲得好 三种周别 我们念头才起 周别发解 一切祝福如来 都收到 收到一定会答应 会给你个回应 但是他要是到别的 其他道里面去了 那就不行 他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肯定有这个能力 我们应当明了 心地越清净 感应力量越强 有时候 我们这个感应力量不强 为什么 太乱了 太砸了 这个里面架杂了很多妄力 让我们发出去的信息很模糊 所以前面都过去说 置心 置心一处 在此地下 这个很重要 心里要紧急 不怀疑 不驾杂 不间断 深恋 感应就显起 我们再借着往下面看 他这一切 他这一切 有情 精英之 这包括有情无情 万事万无之 一切法 这他这个字里头 含义非常之广啊 非常之大了 换一句话说 除了自己以外 全叫他 这一个字就包括了 你看包括的是 有情无情 万事万物 这一切法 下面四句要记住 一切无故 本自无人 清净本人 本自原真 这四句什么 一切法 解释 一切 每一过时 这要从哪里看 要从三种现象的本质上来看 像物质现象 像普兰克所说的 德国的量子物理学家 他说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 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是意念 意念的本质是什么 是波动 频率非常之快 弥奈菩萨告诉我们 一坛值 三十二亿 百千年 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去找故事 找不到 采取救命 所以这个里头 你找生命 找不到 生命都找不到 那来的什么 燃尽善火 却没有 这些意念 累积起来 才有这种现象 有燃尽现象 有善火现象 但是你要晓得 它一个一个念头 都是多理的 我们看这个相续 相续是假的 像看电影 假象 你要看幻灯片 一张一张 看底片 一张一张 燃尽善火 却没有 反复看到 荧幕上画面 佛弗沙 看到它的本质 一张一张 幻灯片的本质 这个里头 没有燃尽善火 这个里面 只有清净本 一点没错 本质无良 清净本 不就是 慧能达斯所说的 和其自信 本质清净 他看到了 我们没看到 换一句话说 我们看到是 荧幕上的现象 他看到是 放映机上的 荧幕上是 假象 如果我们 从这个地方 理解了 肯定了 不怀疑了 事出事件 一切法 确实 美国是 这些法 到底怎么会 有事情呢 佛用一句话来解答 放而如是 他自然 他就是这样 肯定 不过的 幻想 观法如幻 你看这个 一切法 一切法是幻想 一切无辜 本自无辜 清净本然 本自愿真 都是说一切法 无论 从 性上看 我们做比喻吧 无论你是从荧幕上看 还是从这个 放映机 笔片上看 全是一样 这叫中道 这才你真正了解 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 就是这样的 没有过失 没有染 清净本然 本自愿真 圆满成就 如 熟论言 意味 一切事 究竟 艰苦 大佛顶 熟论言 尽 熟论言 什么意思 熟论言 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是一切事 一切事 究竟坚固 一切事 究竟坚固 就是前面这句话 本自愿成 解释这句话 实际 他就是讲的 真如自信 一切法是现象 现象的根本 是自信 离开自信 没有现象 现象 原本就是清净本然 只要他离开 是 离开八十 五十一迅速 他就是清净本然 你所看到的 那就是一真法戒 划脏时期 极乐时期 现在是那个象 如果这个离开 架杂进去 妄想分别之处 他就变成释法界 释法界 一正状业 跟祝福如来的暴徒 有什么两样 没有两样 这个要知道了 真的没有两样 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的 执着不一样 分别不一样 这么多的麻烦 这么多的纠纷 从哪来的 从分别执着来的 离开分别执着 所有一些纠纷 全都没有了 一切异象 也没有了 又如原觉经上说 诸戒定会 即淫如痴 拒失 翻新 这个非常非常 不好懂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戒定会的反面 是阴怒痴 阴怒痴 阴怒痴就是叹诚痴 散度啊 阴怒痴就是叹诚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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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有拥护 你有执着 那就真的有 那就不是翻新 戒定会 生人天善道 阴怒痴 三无道 你不了解真相啊 你迷惑啊 他就真便 就流到了回 你没有了解 他的真相 了解 了解 你就不止住了 没有妄想分别止住 戒定会 不可得 阴怒痴 也不可得 戒定会是情境 阴怒痴是缘 通通 不可得 自信 清净 心里头 没这些东西 戒定会 从哪里来的 因为 凡夫有 贪嗔痴痴 所以佛才用 戒定会的方法 来对治它 贪嗔痴 芝麻油了 病好了 要也不要了 病好了 还执着 贪嗔痴 执着 戒定会 又错了啊 这就告诉你 网上 阴时 又活宽 非法 阴怒痴 是非法 戒定会 是法 是佛法 到那个境界 佛法 没有了 回归 自信 随佛法 你要善用它 经上比喻得很好 佛法什么 像过活的船一样 你要过活 一定要坐这个船 到平安 你上去 船不要了 那你和贝勒船 那你就上不了 平安 所以它是个 过度的工具 因为佛法 也是原生 原生 因为世间人造业 行善这些缘 所以佛有 才有这些法 如果世间人 没有这个缘 佛就没有这个法 所以佛 无有定法可恕 佛无有法可恕 说得这么清楚 念牢这个地方 这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我们都念几句 要把它记住 净言之 这包括 有情无情 万事万物 这一切法 一切无故 你要真正把这一句话听懂 一切无故 下面四句 就是它为什么无故 底下三句 戒定会 本之无然 一目吃 本之无然 戒定会 清金悲 一目吃 清净 清净 不然 通通归信 归到自信 就好像全归到灵了 它不是一二三四 通通归灵了 佛法 神庭 就神庭在死地 叫你通通 回归自信 通通归灵 归到那个起点 什么事都没有 完全化解了 又一切烦恼 归进 泄土 使故 一切平等 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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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及 驻发平等 驻发 一味 你还有什么好批评 这个事情就在现前了 你觉悟是当下 你迷惑也是当下 凡复成佛 太简单了 当下一念觉悟 你就成佛 一念迷惑了 你就躲上佛道了 就在一念 一念觉悟 这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不念念处 要学念明 会说 不会说 关键 在死地 话说 在死地 是不难 转进 接 却是不容易 问题在哪里 我们迷的时间太久了 迷的太深了 听到佛这些话 好像有一点痛 境界流不过来 这也是事实 为什么呢 长时期受烦恼熏悉 受佛法熏悉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它不起作用 古人讲这一句话 那就有道理了 业门深入 常识寻修 尽宗这个业门 是第一方便 这业门什么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后面 你肯不肯用这个来讯息 就像地形老和尚教的 地形老和尚教别人 别人照这个方法做成功 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他自己还没做到来 他说语言不一样吗 咕噜酱做了三年 成功了 在世界 没人瞧得起他 日人 没有智慧 不认识字 老法师只传他一句这个佛号 叫他念 一天的话就在念着 念累了 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念 他成功的命运 老师 听话 真感 三年成功了 我们肯不肯真感 整个 不会在他之下了 三年成功了 他是真的称佛 佛来接引他走的 欲知识知 三年的时间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照经上所讲的 你是真诚信 你是真放下了 关键在这一句 真放下了 对这个世界 这不是假的 寅寇法师给我们做了保养 这出家人 破戒的比丘 也是在僧团里面 大家瞧不起他的 他的烦恼吸气很重 他是什么力量 编写他 他相信因果 他自己知道 他做错事情 破戒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他将来决定堕地 怕地狱苦 地狱太苦了 去不得 实行他地 这一句佛号念到地 三天三夜 不免不休 茶水饮食都忘掉了 就这一句话念下去 有那么大的决心 那么大的信心 相信 我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 有这么大的信心 三天三夜 阿弥陀佛真来了 告诉他 你还有圣经养寿 你好好的修行 到你命中的时候 我来接应你 淫寇真实 聪明 不糊涂 抓紧了这个好机会 要求阿弥陀佛 我现在就去 我圣年养寿 不要了 这个机会难得了 他抓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答应他 说好不好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你 三天之后 往上 为什么阿弥陀佛 不当时 不是在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让他 做一个影响中 献身 说法 给大家看 所以他把房门 一打开 告诉大家 跟阿弥陀佛 我来接面 阿弥陀佛 三天之后 来接我 全寺庙人都知道 没有想起 这么一个 不熟规矩的出家人 造作 毫业 关起门 三天没出来 就说是 再过三天 他能往上 好在三天不长 大家看着 看着三天之后 你往不往上 三天之后 他恭恭敬敬离情 同餐道友 念佛送他往上 大家有欢喜 真能往上 这难得了 太难得了 大家都来送他 念佛 不到一刻中 古时候 这个一刻 是我们现在的半个小时 他告诉大家 佛来接我 我走了 真走了 这大家相信了 所以 阿弥陀佛 三天之后来接他 用他的身来表发 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在弥陀经上 给我们定的日期 是七天 决定有感应 没有感应 是你的心不沉 你念佛 俘获大师智菩萨 给你讲的标准 七天决定成就 善根立地 一天就成就 中等善根 三四天 下根的人 六七天 没有不感应 念佛三年往生 这是一般 平平常常的人 那就太多了 我们要把这些道理 搞清楚 事实真相 了解 透支 没有一丝毫的疑惑 真的大灾难来的 决定往生 不要想到粮食 背下这种下 七天 有一杯水就够了 七天七夜 决定把阿弥陀佛 回来 一行一意 求生间 这不是迷信的 所以说什么灾难 灾难如果不想看 再严重的灾难 对我没事 你把灾难放在心上 错了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正确 心里头没有灾难 心里头没有误人 心里头没有过失 一切众生都没有过失 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先生 来做我的 他实现的是善法 来试试我 还有没有贪念的心 实现一些悟法 来试试我 还有没有成悟性 善财童子就是这么成就的 善财童子心不断住 一切法都是诸佛如来 都是来帮助他 成就他的 你要摸鬼怪不寻 都是诸佛如来 所以他一生成佛了 榜样在 定型在 我们还不相信 还要怀疑 那就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 一章十周 这是不能否认 什么东西能够化解呢 金教 就这一部无量手机就够了 你一遍一遍地听 现在我们留着有光点 听上十年 你心就定了 一也解了 心开一切 该放下的 你真能放下 不假了 你的大功就告成了 做错事情不怕 要知道忏悔 要知道回头 忏悔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叫我 忏悔不是行事 真正的忏悔 是后不再造 我知道我 我做错了 我把我的错误 我改正过来 这叫真忏悔 我不小父母 我改过来 真的小叔父母 父母不在了 心里头真有 念念不识 自己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父母 未聊 度父母 我要认真念佛 求真净土 我生到净土之后 父母在任何一道 我都能看到 我都能收到信息 我有能力去帮助他 这是小羊父母 以孝心 以真诚功近性 对待佛菩萨了 佛菩萨是老师 我们今天对待老师 只有形式 没有实质 所以没感应 果然有真诚功近 那就像应光大师讲的 一点不错 一分沉浸 得一分厉 用我们现在讲的这段经文是 你有一分欺辱 十分功近 你就有十分的欺辱 没有恭敬心 不能欺辱 恭敬心 样子是什么呢 能对父母恭敬 能对佛菩萨恭敬 你就能对一切众生恭敬 平等恭敬 一切平等 我对一切不恭敬 就是对佛不恭敬 就是对父母不恭敬 一切一切 一切一切一切 这真的不是假的 大乘佛法里头 没有阶级的 没有分别的 他是一切 一个真诚恭敬心 对待一切众生 甚至于告诉你 对待冤情债主 这个人 这个人 毁谤我 受阻我 陷害我 甚至杀害我 我对他都恭敬 我对他没有怨恨 为什么 平等 他对他 他对我做出这些行为 是他 迷了本性 祝福菩萨 对一切 发平等 是他觉悟 他明白 事实真相 那我是要做一个糊涂人 还是做个明白人 做明白人就学佛菩萨 你做糊涂人就学他 学他就早一夜 还得感受六道轮回的果报 那要学佛菩萨呢 那我们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天天亲近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你想 我到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讲经 听什么经呢 故人喜爱不一样 你要是问我 我老是告诉你 我听无量寿经 我不听别的经 一门神说 永远一门 不改第二门 但是你要想 这一门他通 一切发门 一经通 一切发门都通了 一个自信 清净心 所流出来的 就等到一会儿了 别门 明了 对 来 来 感谢观看